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谷六岁 海边骑上 你要赞美他 听啊听啊 千万声音 都要赞美他 主的小孩 记起你心手 先赞美他 树上笑 遥远中 红花 你要赞美他 三谷六岁 海边骑上 你要赞美他 听啊听啊 千万声音 都要赞美他 主的小孩 记起你心 首先赞美他 主的小孩 记起你心 首先赞美他 好事成双 小朋友 走路做长途旅行可是一件蛮辛苦的事呢 以前的交通及住宿不像现代 到哪里都有旅店饭店 当时雅各需要走五至六百里的路 一路上不少的山脉才能到哈兰 因此他一个人独自旅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一路上他面临的孤单危险及恐惧 但是他也不知不觉来到了目的地哈兰 以前的客旅到一个新的地方通常会找水井 水井不但是人打水饮水的地方 也尝试人聚集的所在地 特别是旅客都喜欢到这地方来 因为在这里不但可以取到水灌满皮带 也可以询问事项以便继续的向前行 就好像我们开车旅行一样 我们总是会先去加油站 在加油站里可以灌满行车要用的油 并且可以在加油站里找到不少的 免费旅游资料哦 甚至迷失方向时 也可以顺便在加油站里打听打听 并询问一下 就在井边雅各遇上了一群牧羊人 不过这群牧羊人闲闪在井旁 雅各开口问 还有这些朋友请问你们打从哪里来的 哈兰 哈兰这么巧 雅各急忙地问 哈兰来的太好了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一个人 哈兰的人我们多半认识啊 你想问谁啊 有一个叫拉班的 是拿鹤的孙子 认识啊认识 拉班我们认识的 不知道他现在人可好咧 当他们正说话的时候 哎呀这么巧你看看前面赶着一群羊的 那个就是拉班的女儿拉杰啦 雅各好奇地又问 咦现在又日头正高 时候还早 你们怎么都不去放羊呢 这些护羊人懒洋洋地等在那里 也不愿意去把水井上的石头搬开 这个时候雅各见拉杰及羊群越走越近了 静致地去把石头搬开了 主动地帮拉杰打水引羊 拉杰见到这个陌生人 帮自己打完水引完羊之后 也感激地用中东热情的方式 给他一个拥抱 雅各长久未见到亲人 居然激动地放声大哭 他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 就这样雅各找到了舅舅 并住进了拉班的家 不知不觉雅各在舅舅家也住了一个月了 这个月里他可是帮拉班不少忙呢 这天拉班对他说 雅各啊 雅各啊 你在我这儿帮了很多忙 我们啊虽然是自家人 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白白地服侍我呢 我想这样吧 你帮我牧羊 你要多少工价我付给你啊 雅各这些日子 跟拉杰出双入对地去放羊 心中对拉杰的喜爱胜过一切 所以他就回答 舅舅啊这样好不好 我真心地喜欢拉杰 我来到你这儿 我身上毫无分文 不如我就为你做七年的工 那么你把拉杰许配给我 拉班可是明眼人 他早就看出雅各喜欢女儿了 就顺口说 要把女儿许配给别人啊 还不如许配给质个的人 像从前呢 你母亲下嫁加难 许配给你父亲以煞一样 这婚事清上加轻啊 拉班同意雅各的七年工价 当作女儿拉杰的拼金 雅各因为深深的爱拉杰 所以那七年的时间 对他而言好像几天而已 日子很快的都过去了 七年的时间转眼已过 雅各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他对舅舅说 舅舅啊 我想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 已经到了 是不是照我们的约定 把拉杰许配给我呢 哦 当然当然 而且我要为你们摆设一场宴席 哈 这可是我第一回嫁女儿啊 拉班为雅各 及女儿筹备了一场盛宴 雅各快快乐乐地赴宴席 喝酒狂欢 并欢欢喜喜地进洞房了 没想到到清晨啊 当她眼睛一张开 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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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你 你怎么会是丽 丽雅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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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洞房的 是 是你吗 丽雅可能早就猜到 雅各会有如此的反应 只是点点头 这回雅各非常的懊恼自己受骗了 于是她直接的跑去找舅舅理论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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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我这七年的工是未拉结做的 如今你怎么把丽雅给我呢 雅各已是气冲冲的 拉班却故作平静地说 哎呦 大女儿没嫁出去 小女儿可不能先嫁呀 这可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可是你早告诉我不就结了吗 你现在告诉我 那我跟拉结的事怎么办呢 好了 别气别气 等你跟丽雅齐天蜜月起过去之后 那我就把拉结许配给你 看怎么样啊 好吧 现在只好如此 不过啊 你得为他们两个再帮我做七年的工才行 毕竟我两个女儿 在我眼中都是宝贝的 为了拉结雅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就这样七天满了 雅各很快乐的又把拉结娶了过来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情投意合 因此婚后 雅各对丽雅总是比较冷淡 这场被欺骗的婚姻 为雅各的家庭种下了许多不和睦的后果 就算是两个姐妹 常常也为了丈夫的爱彼此真敬彼此嫉妒 不过耶和华却是公平持爱的上帝 他见到无辜的丽雅失宠 因此也赐给他孩子 孩子解除了丽雅心中的委屈 及怨恨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看见雅各以欺骗父亲的方式 取得了长子名分 现在啊 他却被舅舅拉班给骗了 就好像告诉我们 人啊 种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平时他是诚诚实实的 那么他所遇见的人 也不一定会以诡诈代他对不对 欺骗和谎言带来的结果 都会令人后悔不已的 小朋友现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Devran牧师来祷告上帝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 再一次的提醒我 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孩子 求你帮助我 不要为了贪得一些好处而撒谎 也不要怕吃亏而做出欺骗的行为 谢谢你再一次的教导我诚实的功课 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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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